《出埃及记》第29章 你要把它们分别为圣,是它们做我的祭司,就必须这样做。 取一头小公牛和两只没有残疾的公民羊,以及无效饼, 调油的无效饼和抹油的无效薄饼,这些你都要用细麦面来做。 你要把这些饼放在篮子里,用篮子把饼带来线上, 又把小公牛和两只绵羊牵来,你要把亚伦和他儿子们带到会幕门口,用水给他们洗身。 你要拿衣服来,给亚伦穿上杂色内袍,以福德的长外袍,以福德和胸牌, 又竖上巧公之城的以福德的袋子,你要把礼罐戴在他头上,又把圣罐放在礼罐上。 你要把高油拿来,倒在他头上,高利他,你也要把他的儿子带来,给他们穿上杂色内袍, 要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头巾,这样他们就按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份。 你又要把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为圣。 你要把公牛带到会幕来献上,亚伦和他儿子们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杀那公牛。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用你的指头抹在祭坛的脚上,把其余的血都倒在祭坛脚前。 你要把一切遮盖内脏的脂油、干液、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取出来,把它们焚烧在祭坛上。 至于公牛的肉、皮和粪,你都要在营外用火焚化,因为这是赎罪计。 你要把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们要按手在这公绵羊的头上。 你要再杀这公绵羊取些羊血,撒在祭坛的周围。 你要把公绵羊切成筷子,再把内脏和羊腿洗净,放在肉块和羊头上面。 你要把整只公绵羊焚烧在祭坛上,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烦祭,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你要把另一只公绵羊也牵来。 亚伦和他儿子们要按手在这公绵羊的头上。 你要宰杀这公绵羊取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以及他儿子们的右耳垂上。 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他们右脚的大拇指上,并且要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 你要从坛上取一点血,也取一点膏油,弹在亚伦身上和他的衣服上。 并且要弹在他儿子的身上和他们的衣服上。 这样,他和他的衣服,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就都一同成圣。 你要从这公绵羊身上取出脂油和肥尾巴,遮盖内脏的脂油和肝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以及右腿。 因为这是受圣职的时候所要献的功绵羊。 你要从摆在耶和华面前在无效饼的篮子里,取一个圆饼,一个油饼和一个薄饼。 你要把这一切都放在亚伦和他儿子的手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摇动做摇祭。 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向着祭坛把这些东西烧在凡祭之上,在耶和华面前做心香之气。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你要取亚伦受圣职的时候所献的功绵羊的胸,在耶和华面前把他摇动做摇祭。 这就是你的份。 那做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你都要使他们成圣。 就是亚伦和他儿子受圣职的时候所献的功绵羊,被摇过、被举过的部分。 这要作为亚伦和他儿子们从以色列人所得的份,作为永远的定力。 因为这是举祭。 这举祭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做举祭。 亚伦的圣衣要传给他的子孙,要穿着瘦膏,也要穿着受圣职。 亚伦的子孙中,凡是接替他做祭司的,每逢进入会幕在圣所里侍奉的时候,都要穿圣衣七天。 你要把受圣职的时候所献的功绵羊取来,在圣洁的地方烧他的肉。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会幕的门口吃着功绵羊的肉和篮子里的饼。 他们要吃那些用来赎罪的东西,好使他们可以接受圣职,可以成圣。 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些东西是圣物,受圣职的时候所献的肉和饼。 如果有一点留到早晨,你要把留下的用火烧了,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这样,你要照我吩咐你的,向亚伦和他的儿子行接受圣职的礼七天。 你要每天献公牛一头做赎罪祭,用来赎罪。 你为祭坛行赎罪祭的时候,你要洁净祭坛,而且你要用膏抹祭坛,使祭坛成圣。 你要为祭坛行赎罪祭七天,也要使他成圣。 这样,祭坛就成为至圣,一切处着祭坛的东西都要成圣。 这就是你要献在祭坛上的。 每天两只一碎的羊羔,第一只羊,你要在早晨献上,第二只在傍晚的时候献上。 和这一只羊同献的,要用一公斤细面与一公升榨成的油混合,又要用一公升酒做电剂。 那另一只羊,你要在傍晚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宿祭和他的奠祭一样办理,做新香之气,做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线的繁祭,现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面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在那里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会因我的荣耀被尊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祭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侍奉我。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也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的。 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